41 文匯報 美增護直飛洛杉磯航班者荷里活級華客 2015年7月12日中國新聞A10 香港文匯報信美國達美航空公司前日以荷里活歡迎中國乘客為獨特標誌 正式啟動一條中美之間新航線 即至上海普通機場首航直飛洛杉磯 此舉以美光護航線上載新航班 運力也隨之繼續提升 據國際共享的航空數據系統分析顯示 去年中國是亞洲地區增速最快的民航消費市場之一 年增長率達百分之十二 據新華社報導 達美航空亞太區高級副總裁維奈 到報近日在上海接受採訪時說 選擇新增上海至洛杉磯直航航線 一方面是取決於洛杉磯在美中航線上的重要性 目前美中間有百分之三十三的航班與這個航點有關 他說 另一方面 選擇上海作為中方的航班此法地 也是長期以來對於該航點綜合評估的結果 我們認為 目前上海及周邊城市 是與美國之間空中交通聯繫最頻密的城市群之一 赴美文化油需求亦爭對於以荷里活的地域之名道來招覽更多的中國乘客 達美航空方面表示 這時考慮到中國人日益增長的赴美文化油需求 此外該航線的周邊輻射力也較強 將覆蓋北美、中南美地區的近三百座城市 美中之間簽證的便利度也再提升 也一定程度上有助於航空訂票量的增加 到部展望未來 對新增航班的市場空間抱有信心 達美航空總部位於美國阿特蘭大 所運營的主要航線機隊由七百多架飛機組成 是中美間主要的空中城雲峰之一 是中美一項座寺雲峰之一 三百座城雲峰之一 是中美一山清山與五四項層